众所周知,《假面骑士》里的美女千千万 其中的美腿更是数不胜数 而视野中的鱼网黑丝更是抓住了所有观众的味蕾 果然,没有任何男人能顶住黑丝的诱惑 800年的老怪物也不能除外 只不过这次,李忠并不是负责来卖萌 而是前来讨债的 上次硬丝找红尚借了十枚硬币 现在世仇归还了 面对资本家的高额利息 首塞奴汉库也只能被迫上交 失去硬币的他变得虚弱不堪 曾经让人胆颤的贪欲者 如今却成了万人妻的存在 这在大家欢快地庆祝万圣节时 远处突然传来了一声爆炸 意识到不对的印斯立马赶到了现场 没想到前面还有二次爆炸 印斯环顾四周 时头寻找安置沙弹的嫌疑人 根据目光 他发现了一个拖着娃娃的神秘人 印斯刚想上前时 安库突然传来了事与怪的消息 无奈,印斯只能根据机械音的指引 前去消灭事与怪 原来这是水娘的孵化产物 只不过这么样 像是有点折虚杀雕 印斯躲过怪人的攻击后 随即变身成假面骑士欧姿 与对方简单地过了几招 期间他发现 怪人的攻击和刚刚的爆炸十分相似 就在印斯思索的过程中 怪人抓住机会 省水盾逃递现场 留下了抓耳挠塞的印斯 和战斗掉落的五枚硬币 回到料理店后 安库告诉印斯 梅子尔造出的怪人绝对不止一个 只有找到他的巢穴才能一网打尽 这又是个赚大钱的机会 另一边 探位者的秘密基地内 水娘正带着她的孩子玩生结石 室与怪带着大量硬币来 小小萝莉担负着养家的众人 水娘你这是在比心吗 看着加梅尔的事项 只能说 这转饭也太香了 这边印斯根据比奈的指印 来到了新的爆炸现场 现在寄宿主的破坏欲越来越强 那就意味着会孵化出更多的室与怪 印斯决定不会让爆炸再次发生 因为他不想让曾经的不幸再次降临 很久之前 他被卷入一场内战 目睹了着急相处的女孩 消失在了爆炸中 自己虽然在现场 却无法抓住女孩的手 这一次 他有了能力 就一定会拼尽全力去阻止 爆炸中 印斯变身成假面骑士 顶着怪人的攻击 进身到他身旁 将所有的愤怒 施展在沙雕身上 怪人眼看正面打不过 立马省水盾进行高速移动 就在印斯举足无措的时候 克里约安库赶了过来 将手中的猎豹硬币 扔给印斯 切换成猎豹形态的欧姿 速度呈几何的上升 瞬间就追赶上了怪人 将他一拳打飞到了天际 可这时 桌边的河水突然发生爆炸 原来水娘和犀牛赶来救场 面对两位贪运者的攻击 欧姿根本没有换手的余地 安库试图掩护印斯撤离 可却被印斯一把推开 好不容易遇到强横的对手 可以是水自己的新玩具 他怎么会撤退呢 印斯插入狮子核心硬币 切换成树虎豹帽连组 产生的猪肉光芒 瞬间中创了梅兹尔 还逼出了他体内的四枚核心硬币 耗了家伙 目色下期水系连组登场 巨大的热量 蒸干了河水 而失去四枚核心硬币的水娘 也就少了双高跟鞋 多少有点让人失望 因为那水娘被加玛尔带走后 场上就只剩下了失与怪 话说这小怪却是满勇的 主子都没了 感情还十足 必须给他办一个最佳员工奖 但他还是不能违背生存法则 猫是鱼则是定律 怪人被欧子打退后 便也来得必杀时刻 爆炸过后 怪人在体内掉落了大量硬币 而燕斯在连锁的副作用下 再次探到在地 不忍心看着老公受到伤害的安裤 决定还是将硬币留在自己身边 这时 那个拖着娃娃的神秘人出现 在说完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后 便来到了红尚身体研究所 原来他就是财团的身上卜士 所有的硬币装置 也都是出自他之手 但这好像也只是他隐藏的身份 他似乎正在酝酿着什么 另一边 燕斯在机械音的指引下 来到了红尚身体研究所 刚下车就遭到了狮羽怪的袭击 燕斯从暗虎手中借过核心硬币 追寻怪人的脚步 变成成假面骑士欧兹 猎豹形态的欧兹 化身捕育大人 瞬间就逮到了潜在地底的狮羽怪 燕斯将怪人抛向空中 使用九天雷霆双脚灯 提出了大量硬币 伴随着爆炸 怪人彻底消失 但这只是其中一个 现在必须得找到猪巢 燕斯闯入研究所后 四处的通道竟然被同属关闭 出现在他视野的正是真木博士 原来这一切都是他的实验 他目睹他的手下被水娘作为宿主后 并没有主动上报财团 而是默默观察手下的变化 测试太育者的力量极限究竟在哪里 又能够运用出多少食欲怪 他的行为让燕斯很不满 生命怎么能够与硬币研究相提并论 面对赢斯的指责 真木并不在意 他告诉赢斯 男人已经在公园安装了炸弹 为了阻止爆炸 赢斯找到了男人 并趁他手中夺走了安装地图 为了不让从今的灾弹降临 他开始与死神赛跑 好在他做到了 在最后一秒 他拆除了所有炸弹 但却吓坏了一旁汽水的男孩 记住这个小朋友 他就是未来那位溶于水的骑士 另一边研究所内诞成了大批的怪人 对着工作人员进行无差别的袭击 好在阴斯及时赶到 这时真木博士再次出现 已经观察完 试一怪成长周期的他 决定帮助阴斯 为此他送上了全新的硬币装备 一个为欧兹量身打造的装置 但阴斯却不满意 好家伙 付黑男这一拳差点打出大结局 阴斯从安裤手中接过硬币 变身成假名骑士 小后便用上了最新的硬币装置 这个机车怎么有点哈士奇 那些小怪根本无法近身 当然了 驾驶员阴斯也是一样 好不容易坐上了 却根本无法驯服 真木让欧兹切换成猫系联组 因为这辆老虎机车 可以吸收猫系多余的力量 欧兹一听这话 立马兴奋起来 果然在印斯的眼里 硬币还是比老婆重要 切换成猫系的欧兹 可以完全驾驭机车 一路追赶着这些小怪 面对他们的炸弹攻击 欧兹掏出客金箭 一见一个小朋友 随后快速赶到怪人面前 使用炸鱼大法 将所有小怪逼出地面 紧接着使用金币攻击 消灭了大量怪人 挂炸过后 印斯成了最大的获利者 但他还是摆脱不了 成为制服普莱的教学对象 我是阿风 我们下期再见